大家好,歡迎大家,歡迎法師 我們上個星期放假一天,好像很久沒見法師 今天我們想用少許時間講一講法師在監獄中的工作 我們在禪修班,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唸呼吸,或者唸身體 這個我們叫唸飾,或者唸身,是我們所謂十除念的其中兩個 另外有可以唸佛,唸法,唸僧,甚至唸詩,布施的詩 那麼久不久呢,我們講一下法師在監獄裏面的法布施和無謂布施 都對我們的修行很好 今天我們有兩個朋友可以講一下,可以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法師的好朋友叫做Billy Billy下個星期就會來和我們一起分享 下個星期就不是叫做網上禪修班了,而是跟法師聊天 我現在就想請善心法師介紹一下Billy 法師請你 好,謝謝你 首先我想播出Billy的照片給大家看看 在我左邊戴帽帽的這個人就是Billy 正當來說她是柬埔寨的滑橋 但是原因就是因為她們本來她的父母就在中國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那裡的地方,可能是廣東省其中 那七令那時候她們又被帝帝趕出中國的領土 那麼她們就去到柬埔寨那裡 那Billy就好像1975年在柬埔寨出生 那麼你們大家都知道柬埔寨197 好像在越南就美國,美國就離開越南 就是越南戰爭就停了,在柬埔寨也是 那個新的政府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是怎麼說 英文或者是越南話叫做鋪帕 鋪帝面 是,那他們一上來,他們又殺了整個 就是她不知道,我都沒有時間研究 就是他們殺了差不多200萬人 就好像現在去到柬埔寨很多骨頭,很多很多 那她爸爸就在那時候被殺死 那她媽媽就帶著他們兩三兄弟 就離開柬埔寨,去到泰國,就是南文 那之後就美國政府收了,他們就來到美國 就是住在我附近那裡 那她也是讀完,她也是讀了高中 她也都去參加美國的軍隊,不知道一年 那之後,就是我住這區,八幾九零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很多亞洲人那些叫做黑社會 那些叫做黑社會 就是什麼黑龍,紅龍,什麼什麼 就是華人的黑社會 越南人的黑社會很多 那她就參加,那最後一次打劫 那樣不知道是整傷人 那她就坐監,坐了好像22年 她那時候是成年嗎? 她那時候成年不知道 但是她那時候應該是19、20歲 雖然是成年,但是她是19、20歲 那她就坐到2016 那我開始進去監獄那時候 就是2013,9月 我就是第一次見到她 那每次,我只是,因為是很遠 我開車開了三個幾四個小時 每一個月見到她一次 見到她2016,她就出來 她出來就,本來就沒事 但是新任2017的政府 特朗普就抓到所有 就是放監那些 但是不是美國公民 就抓回 就打算趕她回去柬埔寨 其實那條例,那條法律 什麼時候一向都有的 不是 只不過是她實行的 是她實行的 但是本來是不對 是1994簽名 就是美國國會1994 就叫做經過通過 那克林頓就簽了 就是說如果你來到美國 1994年之後 你坐牢 但是你不是美國公民 那聯邦政府可以趕你回去 但是她是1994年之前 她不是1994年之後 但是特朗普她就不來 她簡直是所有 你不是美國公民 她就抓你 拉你去準備趕回去 幸好那時候很多人簽名 她剛好美國 美國 加州總督 是嗎? Governor Brown 是 省長 是 省長 省長就免了她 叫做射免她的罪 是 她就可以放出來 是 是 那時候開始她就 在那個 她就去學省衛學 電 去學做電 另外一方面她就很忙很忙 她參加不同的那些 叫做不利益 是嗎? 是 北某利 是 北某利 那些組織 就是幫助 那些人 在南加州 有一個組織 叫做API 就是他們專門幫亞洲人 就是坐牢出來 因為你一出來 是 很多東西不懂 因為他們形容 好像你坐牢 就好像一條魚在江裡面 那你怎樣生存 這個組織就專門幫亞洲人 是 她那時候就開始幫 但是那時候這個組織就沒有錢 但是去年他們就收到那些叫做grant 她就不做電了 她就過來幫他們做 是有量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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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樣東西 下個星期 我們有很多時間跟Billy分享 但是有幾樣東西要補充一下 是 我們 就算鏡頭前 或者在外面跟我們同步的朋友 可能沒有這個經驗 不知道 她傷了人 殺了人 什麼都好 最重要是她用武器 就是她用暴力的 她判了二十年的意思 其實這個二十年她是判了終身監禁 只不過 坐夠二十年了 她有權可以申請假釋 但是這個所謂申請假釋 政府是沒有需要給她的 沒有需要給她的 這個過程是非常之難的 還有你真的要能夠表達到你對你犯過的錯 不僅是認錯 有這個懺悔 還有你在這麼多年來你的行為非常好 這樣才有機會 有機會的時候呢 要過這個坊 你都要過得很辛苦 過得很多次 足之被你出回來的時候 這是第一要補充 第二就是 她們這些不是公民 或者甚至你是公民 但是如果她找到有少少少入籍的時候的問題 她可以廢掉你的公民 無論如何都好 你是出不了監獄的 你直接去到監獄的門口 有聯邦警察在等著你 就抓了你 然後就馬上戒你回去 你原本來的國家 有很多這些 如果她太年輕犯罪的時候 她根本可能連語言都不懂 她有很多例子是這樣的 她回去的時候 完全不懂那個環境 不懂那個語言 是不能生活的 我們下個星期有機會跟Billy分享一下 是 我想跟她分享 她媽媽 今年應該有八十吧 她媽媽就住很近我家 開車應該三分鐘左右 她媽媽最擅長的是做什麼 做那些韭菜 叫什麼韭菜 果 是不是 上星期我跟她去開會 她請我去你媽媽家 她媽媽給我一盒 是嗎 她媽媽是專門做來賣給那些餐館 或者是街市的 噢 是 噢 噢 她下次或者可以找她 可不可以答單才行 哈哈 你們有機會下來就一定請你們的 是 應該挺好吃的 但是我很少吃 所以我叫我妹妹拿去吃 是是 那這個 她有權申請假式 都要經過很困難 就是 就算你說 那個 那個 肯聽你 都不容易 那 或者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說一說 這件事 就是 法師在面書上說過 原來現在監獄裡面的那些辦事人 很贊成那些坐牢的朋友 學佛法 是 她覺得她的學佛法 對她這個 過桌 拿假式的機會會提高的 當然要真的 不可以是假的 不可以唸熟悉就算數 是 是 你看看那位 她是在St Quentin 她是 今年49歲 她是不知道十幾年前 她一次工作回來很累 因為她老婆 她老婆經常暗暗沉沉 那是越南人 越南人 都是越南人 我看過她也不一定 不知道 她是 因為她那時候在CMC 就是在St Louis Obispo 那個城市 我看過她幾年多 那一次過 現在我們說的是T 或者是另一個人 是 這個是寫那封信 是 寫那封信 介紹她學佛學 還有練習 打坐 還有 悲心 慈悲心 那介紹 要是叫她學 那之後準備 因為她的Case 是很難搞的 她的名字 如果我們英文中文的名字 叫做阿勇 勇敢的勇 她是結婚 她是做Software來的 那 她的壓力很大 剛巧 不知突然那天 她回家 她借了朋友 支槍 她朋友跟她說 這支槍 是沒有子彈的 那 她回來她的老婆 癌尋尋之後 她就很生氣 她拿了支槍 去指責她的太太 她老婆 那 她不知支槍裡面有彈 但是她的朋友就說有 那 怎料她就 按了按鈕 就殺死自己的太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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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整十幾年了 她是2025才可以開始申請假釋 那些槍 就算你拔了那個再槍的那個甲 以為那支槍沒有子彈 其實她還有一顆在裡面 是啊 我沒碰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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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拔在那裡 所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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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因為他有兩個小孩,今年應該是十多 我以前不知道,我以為通常有人說,那就是誤殺 其實原來法律裡沒有誤殺這回事,殺就殺 是有誤殺,所以如果他故意… 他只不過叫Man's Law,就是殺 是,是,因為要坐牢的 他只是坐牢,但他的形狀比較輕,不是L-Warp的文章 是呀,就是這樣 下次我們再將… 今天我剛才看到善心法師等了一幅信 他經常都等一些信上去,很好看的 大家如果在面書上有善心法師,他會不停等信上去 當然他要問那個人可不可以才等上去 當然這些信全都是英文來的 中文信出不了你的 因為他們的封信都要看過了才給你 我經常看到,今天我突然納了這封信,這封信很有意義 我就用不同的方法把它譯成中文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我現在這個法友叫做T 我現在放上答,還沒放之前我有個驚喜 我有個驚喜 大家認不認得這個誰呀 這個Shirley,多精神 多精神 我們祝福Shirley,希望她早些康復 但她就認真精神了 她還不停地工作,她很厲害的 她現在電療,不用說了,看就知道了 但她精神不錯了 這封信就是這位朋友叫做T 叫做T,它是英文信來的 大家看到了 這個不是我譯的,也不要與我無關 也不要與我無關 這個是Google譯的 讓我看看可不可以做大一點 好,或者可以大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嗎? 好 好,那我讀了 她譯得不好,但大家包容一下 她說親愛的D,這個就是善心法師 我今天寫這封信給你 充滿了我現在對我現在的生活的喜悅和感激 BPH,這個當然是監獄的名字 不是,Border Parole Border Parole 各位,我給了一個讓我可以重新加入社會的機會 所以令我帶到很多不同的情緒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 日網夜網想要的 但是當我得到這個好消息的時候 並不否定我為了失去親人的家人感到悲傷的事實 這個是說她以前殺了人 當然是說殺了人之後 她帶來給這個死者的家人的悲傷 她意思就是說,就算她現在很開心能夠有這個機會重新回到社會 但是不等於她可以抹了她對這個人的家庭的悲傷的事實 然後她說,我所經歷的感激情緒 提醒了我當日對這個受害者 在日常所經歷的痛苦和苦難 我今天的身份是用一個永遠都不會再 我今天的身份是用一個永遠都不會再翻回來地球的好男人 我今天的身份是用一個永遠都不會再翻回來地球的好男人 愛她的人的痛苦的代價 就是用這個代價換回來的 由於我收到這個消息已經是三天了 意思就是說,我現在慢慢和別人提供這個新聞 告訴大家 很多人也知道了 因為他們一直在網上 可能他們一過了桌就在網上登記了 我也是經過這個平板電視 收到很多人對我的祝福 可能他們在監獄裏面有iPad的 就是有政府的 聽證會就是這個BPH 就是這個Border of Parola 這個過程非常艱難 在我自己的情緒上,可能是我一生裡哭最長的一次 哭到我的大腦右邊在整個靜聽裡面一直都在跳 直到第二天,當我的情緒過了 激動過了之後 我今天仍然有一些 感覺,因為他實在太緊張了 這個我們叫做膠感神經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隨著一切的努力 就是進行的努力 我能夠達到我想要的位置 他讓我在這個逆境中一個平靜 說我知道這些選擇 而不是試圖控制別人 這個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只想看看我怎樣可以控制自己 我想在英文那裡看看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些就是我的選擇 我不嘗試去改變別人 我只是想改變自己 他說我想 你為我的生命做出了很多貢獻 你是一盞閃亮的明燈 你幫助了我在一個 給我一個媒介以最誠實的方式表達了我的 生活 應該不是生活 怎樣也好 我的生命 其實是生命 在精神上你幫助了我成長 希望我們未來有一天 我們會有機會在這個長城之外相遇 如果你願意請你和阿Wu分享這個消息 也希望他提供一個 I hope the best for him as well 希望他也可以得到這個利益 是的 我相信我翻譯也會不斷上一下 法師 你說一說這個人 這個T 好 說他之前我想給大家看他的照片 就是這位 他今年應該是32歲 這位他父母是越南人 他就在美國出生 好像我們是ABC 即是《燭星》 他小時候的父母就在德州 問題是他凡錯那天 他是畢業 工程師的工程師 剛好那天 就是之前 他五歲那時候 他一爸喝酒 你們知道越南人 就是我要講話而已 那些男人喝酒 他坐在一起 但是他們喝的那些白酒 是很厲害的 不知道應該十幾二十度 他那時候五歲他一爸就抓他喝 他喝那時候喝之後 他又搓了 吐出來 他一爸就罵他 叫他進房間 那第二次又叫他喝一次 他那時候他就強行吞進去 那他爸爸和其他朋友 這些是好錯好錯 那他爸爸和那些朋友就稱讚他 笑 叫他 那他媽媽又見到 他又搓 我就管了 一個五歲的小孩 他一定 你這樣喝 你別說他 我們喝我們都醉 他又醉 他又被他媽媽打 那他現在生活就是這樣 那最後 他的父母就搬來加州 他父母就經常吵架 經常打架 有一次他八歲的時候 他父母吵架 那時候他爸爸 不知他爸爸拿那把刀 不知想斬他媽媽 他又怕到他凍 英文叫做 他媽媽 就是站在一邊 不懂得動 他哥哥十一歲 就拉著他爸爸 就說不可以這樣做 他從小就受過很多種種的創傷 雖然他 所以他都很幸運 不知二十二、二十三歲 剛好那天 他好像是 應該是 不知別人結婚 他跟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是 菲律賓人 都是在這邊出生的 剛好他女朋友的爸爸 跟他說話 怎麼說 他女朋友的爸爸跟他說 我永遠都不會接受你 誰敢這樣說 不過這個社會 在這邊的人 有些人是很 很差 那時候他又受到 另外多一種創傷 不知當時是打架 他又拿著把刀 又 錯手 殺了那個人 他就是 那個女孩子的爸爸 不是 那個朋友 不知是另外一個朋友的朋友 因為他們之間打架 他就錯手 只是拿刀插 但是他沒有心 後來就去醫院 不知救不了 然後就死了 就是這樣 他的情況就是這樣 他是在德州搬來 聖浩西的 是嗎 是 應該是聖浩西的 是 他們住在北加州 他媽 和妹 和 兩三個兄弟 都是在北加州 另外他的特別 他是很厲害 他是懂得瑜伽 他出來他已經學成瑜伽 他可以教 他現在出來了 他出來了 沒有 他還沒出來 他在裡面受職業訓練 是 是 第二 他也可以做輔導 即是那些人 叫做什麼 Substance Abuse Counseling 就是那些人吃毒藥 他戒毒的時候 他做輔助員 是的 他這樣 所以他已經 license 是有排的了 他一出來他可以立刻找工作 大家好像很奇怪 為什麼在監獄裏面 都可以學到這些 在監獄裏面學瑜伽 監獄裏面都可以學到這個 戒毒輔導員 監獄裏面六成的人是吃毒的 是的 你如果想找一個地方 你可以受到一個 很專業的訓練 來做一個 這個吃毒 戒毒的輔導員 原來監獄是最好的地方 是的 很多人知道很多 在裡面做了好人 他就 受這個訓練 出來有份工作在等他 是的 他的案子就是這樣 是的 現在他在哪裏坐牢的 他在Solano 在Veccaview 是 在中部 在近似山豪西的 應該近似 Veccaview 都是在 近似 奧克林 他在近似山豪西的頭部 可能半四十分鐘或者一小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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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要等一百五十天,所以明年三月可以開始 你是見過他嗎?雖然他是北加州,但是你見過他 是,我見過他兩次,因為另外一個組織請我進去教他們打坐 第一次進去他見到我,因為他們幾個人要歸醫 所以我就是替他歸醫,我改他的名字叫做正進心 因為T是進,所以我改他的法號就是正進心 第一次我去,因為他們要我誦經,我用越南話誦經 他們聽到之後哭了,就是這樣 但是之後你主要是跟他通訊而已 是,我跟他通訊到現在是有七十封信 大概是幾內一封? 內會兩三個星期 因為他每一封信,你寄出又要審核,你寄入又要審核 是的,我好像不准用地址的,是嗎? 因為我要用學校的地址,我不可以用家裡的地址 但是他收你的信的時候,他都不知道你學校的地址 連學校的地址都不知道的 我知道,知道 最重要是叫做學校地址,或者是教堂 工作單位的地址 是,要有私人就不可以用家裡的地址 是,好了,我們不要用太多時間了 我們還有蟬座和法師的開示 我們還有半個小時